你见过霸王时代使用无敌之卡超融合 召唤出的攻击力高达4400的黑暗盖亚吗 正所谓喜白若三分黑化墙十倍 霸王时代初登场便舍弃了时代的元素英雄 用上了号称最强英雄卡组的邪心英雄 而他的麾下更是有着一群对标怪兽 比如使用黑暗融合才能被召唤出的夜火印魔 怪兽效果说是加强版的火翼都像是在谦虚 还有对标雷霆巨人的闪电巨魔 对标无效果惊刃侠的有效果恶刃魔 每一个的怪兽效果都在元素英雄之上 重温游戏王GX是靠谱队友之战 霸王时代对决吉姆库克 两人到最后甚至拼到了一起锁削到50的地步 弊方拥有着号称集结了12个打牌次元的力量 融天融地融空气的超融合益处 哪怕是天地都要为之变色 而另一方也同样不弱 拥有奥利哈刚之眼的加持 和低配版超融合的化石融合 以及拯救时代的友情羁绊 而卡组方面更是有着终生代化石骑士 新生代化石骑士 以及地球巨人之盖亚普雷克 因为时代对他的恶与卡莲很好 所以吉姆库克认定了时代这个好朋友 并且达兹他爹曾告诉过小时候的金鲁 当他想要拯救不可替代的朋友时 天上的陨石将会助他引发奇迹 于是为了拯救陷入迷惘中的时代 作为朋友的牛仔哥抱着自我牺牲的小鸭 毅然决然地对这个世界的王发期挑战 强大到无与伦比的气魄 让霸王麾下的五大魔将都感到恐惧 而排影正好犯了的霸王时代 也是展开了自己那拉风到不行的决斗盘 至此排局搞起 吉姆抢先进攻 召唤贝壳骑士采取守备表示 怪兽效果当召唤成功时 削减对方五百生日战 好家伙 一上来就给了霸王一个下马威马 雇雍比哥健壮点了点头 称赞吉姆的开局非常完美 殊不知在五魔将的眼中 这却是最糟糕的初始回合 只见身穿重装铠甲的时代随手一筹 就摸到了卡组的核心黑暗融合 与普通融合的区别是只适用于恶魔族怪兽 此刻从不洗牌的霸王将手牌中的羽毛和女郎作为素材 黑暗融合召唤邪新英雄之夜火一魔 对夜火一魔下达攻击宣言 吉姆牛仔哥见状翻开传奇陷阱卡炸裂装甲 霸王表示用黑暗融合召唤的怪兽 在当回合可以免疫魔法或者陷阱破坏效果 生命值降到3900的吉姆一眼怨处 夜火一魔好像具有手被贯穿的效果 霸王表示不止如此 夜火一魔还会给予破坏灌兽攻守数值中的最高伤害 瞬间便将吉姆的生命值降到1900 然而就在五魔将里面 受到真实伤害的吉姆无法继续下去时 吉姆另一只眼睛上的绷带竟随之掉落 而吉姆的那只眼睛正是打自他爹里的 与天上那颗划了一万年的流星遥遥相应的奥利哈刚之眼 好家伙 你在这叠buff呢吗 谁用谁书结界加谁用谁书装甲 此刻牛仔哥通过奥利哈刚之眼的力量 带着鼻哥和他自己来到了霸王的内心 果然时代被霸王封印在内心深处 或者说是时代自愿被封印 因为经历了同伴们的背刺和指责 以及目睹了同伴们的相继人命 近乎崩溃的时代无法自拔 而也就在这是他体内的隐藏人格 霸王时代趁虚而入地占据了时代的身体 目睹了时代黑化经过的牛仔哥和鼻哥 同时他们也知道嘴炮对霸王根本没用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时代 牛仔哥的回合 从卡面就知道他的手牌绝对不简单 发动魔法卡化石融合 通过除外自己目的中的贝克骑士 和时代目的中的爆裂女郎 化石融合召唤新生代化石骑士 接着以支付一半生命值作为交换 发动魔法卡时空穿梭 效果让场上的怪兽从新生代到中生代并完成一进化 出来吧 中生代化石骑士 牛仔哥下达攻击宣言 让中生代化石骑士劈碎越远越 同时追加速攻魔法生命减半 效果复活这回合被战斗破坏的怪兽 这一瞬间牛仔哥要发动中生代化石骑士的效果 当对方场上有怪兽时可以继续追加攻击 至此霸王的生命值被降到1950 牛仔哥趁机嘴炮 总算是将时代唤醒了 可还不到一秒霸王就再次登陆 看来剩下的办法只有击败霸王这一条路 可想要击溃全盛时期的霸王又谈何容易 霸王的回合 发动魔法卡超越灵魂 复活目的中的元素英雄羽毛人 同时再将他送入目的 祭品召唤邪心英雄恶刃魔 虽然恶刃魔对标金刃侠需要两只祭品 可恶刃魔却有当对方场上有怪兽 就可以减少一只祭品的效果 于是好几张换一张的终生淡化时 其实对于 吉姆的真实生命值降到了750 攻击过后 受到真实伤害的吉姆无力战起 但就在霸王一方的人以为吉姆完了时 比哥却坚信吉姆还会战起 不是因为可笑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 纯粹是凭借想要拯救朋友的那份心命 希子如今的霸王健壮忍不住嘲讽吉姆 同时放出恐怖的威压 试图搞垮对手的心态 一旁的雇佣兵比哥感慨 老子当年上战场都没这么吓人 可如今区区一个打牌人就让他感到了恐惧 不过好在吉姆只是感到了压力 他并没有因为霸王的威压而后 发动场地魔法圣地的守护结界 召唤乌鲁鲁的守护者 解释守护结界的效果 给予岩石族怪兽一次破坏免疫的效果 霸王的回合 对恶刃魔下达攻击宣言 给予对方手被贯穿的伤害 吉姆表示自己还没有输 只要还有生命值 他就会继续战斗 直到唤醒时代为止 吉姆覆盖一张卡 简单结束本次回合 一哥看出吉姆的体力将要耗尽 毕竟连站在场外的他都能感受到霸王的压力 身处战场中心的吉姆又岂能放松 霸王的回合 召唤剑魔非常炫酷的怪兽 邪行英雄之地狱连击魔 此刻霸王下达攻击宣言 让恶魔版的金刃魔发起攻击 战破牛仔鸽场上的乌鲁鲁守护者 将吉姆哥的生命值降到150 而就在地狱连击魔要发起最后一击时 吉姆哥却翻开了陷阱卡 特殊召唤乌鲁鲁的守护精灵 眼看吉姆特招的怪兽守备力高达2500 霸王要编辑地狱连击魔的怪兽效果 通过将没有战斗的自身送到两回合之后 让恶刃侠发起二次攻击 虽然守护精灵因为结界免疫一次破坏 但吉姆的生命值却降到了风中残烛的勿势 被嘲笑的鼻哥因为心声畏惧 根本就没有和霸王一战的勇气 而与此同时 生命垂危的吉姆哥发动了回忆杀 和时代那时的对话 让吉姆想到了翻盘的可能性 不过在此之前 为了应对霸王身上的那股恐怖威压 吉姆牛仔哥要向天界利用 此刻排局重启 吉姆进入自己的回合 硬卡魔法画式拳头 破坏对方场上等级最高的怪兽 接着根据画式拳头的效果 让霸王复活目的中等级在他之下的羽毛人 吉姆召唤画式恐龙 让其使用头锤击破羽毛人 将霸王的生命值磨到1650 同时发动画式恐龙的怪兽效果 攻击过后转换成守卫表示 并获得刚才破坏怪兽的守卫力 霸王的回合 二次神抽并发动黑暗融合 将手牌中的闪电侠和黏土侠作为素材 黑暗融合召唤邪星英雄之闪电巨魔 怪兽效果一回合一次 破坏场上的一只怪兽 千军一发之际 守护结界替画式恐龙打下一层 然而面对闪电巨魔的攻击 画式恐龙却也坚持不住 这一瞬间吉姆突然爆发 发动魔法卡奇迹的穿口 选择卡组中的一只严氏族怪兽送入目的 并在重新洗牌之后抽出一张卡 这一刻 奥利哈刚之眼蓄积了两极的力量 终于在此刻用在了这张卡上 此刻吉姆要将目的中的两大骑士除外 从灼热的地桥深处 唤醒他现音的最强怪兽 地球巨人之盖亚普雷特 别看攻击力只有区区2800 但却可以减半对手怪兽的攻击力 将霸王时代的闪电巨魔的攻击力降到1200 接着让地球巨人给他一拳 直接就将闪电巨魔镶嵌进了土人 同时霸王的生命值也来到了风中残足的50点 此刻地形因为巨人的一击发生改变 眼看霸王状态不稳 吉姆发出全力的嘴炮 试图唤醒陷入黑暗中的时代 然而就在天空中的流星来临 吉姆以为自己已经成功 时代就要苏醒的时候 霸王却淡定地抽了一张卡 他喵的 老子还没说结束回合呢 此刻地狱连吉姆回归 吉姆依仗的奥利哈刚的力量被破除 瞳孔发光的霸王要开始认真 他要让众人看看集结了12个次元的力量 才能印出来的纠缉之卡 其名为速攻魔法之超融合 不会被任何效果连锁的无敌神卡 哪怕是在手排为零的情况下 都可以完成翻盘 看着霸王身后产生的融合漩涡 吉姆瞬间感到大势不妙 他没想到霸王居然还藏定着 可以拿对方场上的怪兽 作为素材的卡 霸王表示超融合的效果是 将自己场上的一只怪兽 和场上的所有卡片进行融合 此刻霸王将场上的地狱连吉姆 和吉姆场上的地球巨人作为素材 超融合召唤黑暗盖亚 怪兽的攻击力根据融合素材的 合计攻击力决定 因此黑暗盖亚的攻击力将为4400 目前吉姆的场上既没怪兽也没盖牌 面对黑暗盖亚的攻击 他将无力抵挡 场外的比哥看到这一幕后 简直要被吓到目瞪口袋 不过一旁的鳄鱼卡文剑转 却是挡在了吉姆的身前 而早就做出觉悟的吉姆 也是选择与鳄鱼一起接受死亡 看到这里请大家记住 这个男人叫做吉姆克劳戴尔库克 不得不说 还得是外笑的队友靠谱 为了时代甚至都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最后吉姆希望比哥可以接力 并告知时代内心的黑暗超越了他们的想象 也只有靠比哥了 毕竟靠凯撒和艾德 可够呛能赢得了邪心英雄